我要打烊了 我太難了 昆琳才撐完三寶 六日出席保養品代言活動 又被吹三寶 他就是心好累 我沒有 沒有 沒關係 我要打烊了 可能要紅筋 對 願望不是要吃籃球 沒有沒有 撐完三個之後覺得差不多 要紅筋 對對對 我也 對 兒子出現在周董的MV大受好評 別說搶走爸爸風采 昆琳也說話了 你自己怎麼看了 我自己有 對 我也跟導演說 兒子的畫面太少了 對 還沒有看夠 在旁邊很緊張 比他還緊張 有 而且我還說 好啦 太久了 太久了 我終於懂那種 就是新媽媽的想感受 就說好了 我已經超時了 我真的要回家了 對 然後兒子就只關心 有沒有冰淇淋可以吃 他的反應 他會 欸 那什麼耶這樣 然後就會很驚訝這樣 我會陪他練習 因為他最近還有展演 所以就想說 好 趕快加緊腳步訓練一下 那杰倫的話 他回來 他會走一種炫技路線 他會走一種炫技路線 然後女兒就覺得說 我也一樣 然後就會開始很 他怎麼炫技 女兒會不會更有他 女兒不會 女兒會想成為他 所以女兒就也會想 來一個很快的 因為那天 有個很可愛的 就是老師跟他說 鋼琴王子是誰 然後他就說 鋼琴王子不是我爸嗎 這樣 所以他是很以他為榮的 這樣 秒看得出周董在家中地位 不過說到最近周潔倫平傳 跟憲哥即將破冰 這是真的嗎 有啊 很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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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你有都猜對嗎 你有都猜對嗎 謝謝 謝謝 其實你比較愛自己 還是老公會比較愛你 哇 這題好難喔 這題我不知道欸